伙伴们好 无动说跑步 小米手表Color是跑者的好朋友吗 我们先来讲结论 追求性价比的跑步时 不用带手机的小米手机伙伴 可能是最适合这台手表的 第一个GPS准不准 我跑了21公里 加明评估的距离是20.69公里 小米Color评估的是21.25公里 我觉得两者相差都差不多在300米左右 第二个心率 125 123 我们先来讲骑行时的心率 大家看骑行时候的心率 它是非常准确的 这说明传感器本身准确 第二个跑步心率 我们来看 这次的跑步心率 同样的是和加明手表来做比较 包括心率带 加明平均144 小米手表平均154 为什么在跑步的时候 心率就有差距的呢 从我长期的佩戴使用上来讲 我觉得算法可能有改进的空间 原地跑心率是一致的 如果你的摆臂加速 可能心率会略微的上升 所以结论心率本身传感器挺棒 后期可能会更好 睡眠 这个手表它提供的睡眠信息 相比于加明 相比于华为 数据维度略微的少一点 但是比较准确 我们可以看到左右的对比 入睡的时间和醒来的时间 包括深睡的占比 这些基本吻合 所以运动人群最关注的 第一个GPS准不准 准心率准不准 还行 睡眠睡得好才能跑得好 这三个大样 我觉得是最棒的 那我们来讲一讲 作为这个手表 它最大的打动我的几个点 第一个价格 799元 我可以这么来形容 我也用过华为的GT系列 和GT基本上屏幕大小 这拿在手上很类似 90%的性能 少了扬声器 一半的价格 第二个续航 就这么讲 比GT续航更好 能用多长时间 作为 如果你每天跑个10公里 用个一两个星期 肯定没问题 如果你只是平时戴着手表使用 那这个使用的时间就更长了 接下来是屏幕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这个手表的屏幕对比 它的整个一个明亮度 我觉得屏幕是我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生态 如果你对着小爱同学 明天天气怎么样 好 马上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看到 对 这是它强大的地方 如果你是小米生态的用户 如果你用小米手机 这个时候 它的强大的点叫生态 这是它极大的优点 你想799元 你手上就有了这么一个具备运动能力的协调装备 多棒了 缺点 第一个缺点 我刚才讲了 算法还有待提升 它的齐行心率能够这么准 对于运动人群来讲 不准确我觉得就失去了参考的价值 所以后期还可以做的更棒一些 第二个遗憾的是 大家看刚才的小爱同学 它是没有一个语音的反馈的 如果再带上语音 我觉得可能就更完美了 这样的价格带给这样的功能 我刚才讲了 90%华为GT的性能 一半的价格 所以洞见89分 健康比黄金更珍贵 掌控自己的心率 使用陪你跑运动厨方 你可以安装陪你跑APP 带上这个装备 用心率区间去评估自己的运动强度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棒